哇,我只许了好多次了 我的生日愿望其实就是,其实很简单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自己的工作 希望我的工作今年可以突破 因为前阵子呢,很多一个百天前 其实在事业上,在自己的身体上 也会也有进入了一段的比较低潮期 然后造成自己比如说身带受伤 然后那时候心情比较糟 所以希望今年呢,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突破 因为已经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希望今年真的在工作上面 我可以很集中精神 我可以很珍惜每一天可以唱歌的样子 跟唱歌给大家听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希望珍惜每一个演出 每一场演唱会 那第二个呢,我是希望身边的人 包括家人跟朋友 工作人员跟所有的,当然大家 媒体朋友也好 跟歌迷都可以就是一起加油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世界 有很多的,有时候会 很多的distraction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东西是让我们可能 不是那么,有时候不是那么乐观 包括像有时候看到一些,就是一些灾难 包括很多的不幸的一些事情发生 没办法控制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一个乐观 一个大家互相鼓励的一种精神 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对,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幸幸福福的 然后第三个地方就,要吹蛋糕之后 之前在这里,就是自己放在心里好了 就是,对啊 我觉得昨天就很难忘了 昨天很难忘了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少时间回到家里 然后跟家人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很普通这样吃个饭 其实机会也很少 所以我觉得昨天刚刚好 我从台湾飞回来 然后刚刚好 所以有一段时间留给爸爸妈妈 我说就是可以跟他们一起 聊一聊最近的情况 聊一聊最近他们关心我的一些话题 包括像我吃完饭之后 其实我们回到我的饭店 其实我有一个画面 我是觉得很难忘的 就是我在那个饭店的阳台 其实我站在中间 我爸爸站在我左边 我妈妈站在我右边 我们聊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我觉得那个画面是我非常感动 然后听到爸爸妈妈 其实也发自内心的 跟我分享一些他们心里的话 其实对我来讲 对我一个儿子来讲 我觉得有点 有点难过,有点惭愧 因为我很少跟他们这样子 可是我当跟他们聊的时候 会觉得说 真的要好好珍惜 然后有时候要平衡一下工作跟家人的时间 这样子 所以今年的生日算是比较难忘 因为我可以跟他们这样子 真的坐下来好好分享 我的重心放在工作 其实也不代表说会拒绝或者是把自己关起来 不出去交朋友 对啦,我觉得交朋友这个过程一定是必须要的 甚至我也觉得我已经是29岁了 所以没有对象其实也是觉得会怪怪的 而且9岁了没有对象就代表这个男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女生爱 可是我觉得我不会去特别的去要求自己 或者特别的去跟自己说 我的愿望之一一定要是要交到一个女朋友 或者是我的愿望一定要去有更多的在感情上面的发展 因为我看到很多其实感情中有好有坏啦 最近也很多的好朋友其实在感情中 就是遇到了很多的有些压力 所以我会希望说 我先不要让感情变成一个负担 也不要让感情变成一个压力 我希望先把工作做好 父母目前还好 因为我哥哥还没有结婚 所以我还有一个哥哥 还好我有一个哥哥在前面 所以我觉得应该等他吧 姐弟恋我会不会排斥吗 我觉得遇到对的人其实我不会太接应 那我五岁 我觉得五岁之内吧 五岁以内我就我应该是可以接受 也不一定啦 我只是给自己一个心 给一个框框啦 就是五岁应该是 我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 比较会有话题 五岁以外可能话题会 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跟感觉 尤其是我现在的年龄 因为我现在大概二十九岁 然后如果比我大五岁的女生的话 可能他会有一个比较想要定下来的心态 目前我可能还没有到想要那么远 只是说希望可以先把事业搞得比较稳定一点 我觉得我的歌手跟歌迷之间的关系其实比较特别一点 他可以像好朋友一样 他可以像听音乐的支持者跟做音乐的付出的一个人之外呢 我觉得也可以有时候变成像男女朋友那种感觉 有时候他们会讲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话 然后也会有时候可以像老婆一样督促 所以我觉得跟歌迷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 然后自己会不会考虑 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啦 我觉得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一样子 有时候都有感情都需要爱都会想要爱给予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只要遇到对的人 我觉得我不会给自己一个压力说不可能 我觉得这是这几年来可能自己自己认为的一个东西 就是爱情其实你不能逼自己去说一定爱这个人 你逼自己爱有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委屈的最后还是对方跟自己 然后有时候你不想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却逼自己不去想他 可是你却是不自觉的其实自己已经陷入了爱情当中 所以这个是就是爱情的奇妙 所以我们会写出那么多歌就是这样子 对啊